在道路设计上 应该要能够更全面的照顾到 任何有意愿做任何用路行为的 这些人的权益 不可以比如说偏重在某一个区块这样子 其实这个部分就会跟我们下一题 其实有一点的相关 就是所谓的人本交通 目前台湾的道路设计 跟人本交通的距离 大概还有多远 应该是说了 先进的国家或是民主的国家 针对的原则就是 提供人民最大的选择 提供优秀的交通的设计服务 再来谈对生命这个人生安全的保护 台湾过度强调保护就是强调的说 我是为了安全来为你设计这个道路 实际上刚刚好 恰巧是相反的说辞 安全变成一个借口 不存在的理由 你问他什么 他讲不出来的时候 我是因为安全 两段是着掌 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人本本来就是保护那个人 车上面那个人 开车的那个人 走路的人 骑车的人 所以我们才存在相对强势 跟相对弱势 相对强势的交通载具 或是使用的人 本来就有义务去保护 相对弱势的交通用户人 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 采用的标准 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不人本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提供选择 我当行人的时候 我找不到人行道 我要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找不到左转的地方 那我开车的时候 发现走到前面的时候 有两线是左转的 一线是直走的 右转的车道又停了车 其实所有的交通用户人 在这个环境里面 没有一个人得到真正的好处 大家一直在盲点上说 好像对汽车特别好 汽车哪有好 他也没有规范 让你有选择好好停车的空间 选择好好走的道路 相对比较像 因为摩托车的用户人是 台湾最主要的交通主群 他又用了进行机车这样的模式 忽略了普罗大众应该有的权利 具体就是直接给你一个想象 那个荧幕前面的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拉Google地图 看看荷兰的道路 看看阿姆斯特丹 这个很典型的 看他们的道路怎么设计的 就是说我们协会内部 一直很推崇荷兰式的设计 至少市区用这些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他们的道路特征 其实是很明确的去区分出三大区块 行人 自行车 然后还有汽机车 就是快车的部分 他在道路构造上都有做出相对应的规划跟确保 这也是前面依照速度分开 确保三大队用路人都有公平用路的空间 理事长看到很多 所谓这种以安全为名的限制跟剥夺 他好像就是说你老人家走出门会跌倒 所以我不如就把你靠在家里 有点是这样子 假设我们今天是交通部来做老人福利措施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这个事情 这个安全是为了要保护 而且捍卫大家的迁徙自由 如果你今天是选择骑自行车的人 我要想一个安全性的设计给你 我要设计一套安全性的驾驶方法给你 安全性的驾驶系统 给整个社会的驾驶人 我们现在政府讲出来的话 影响到整个社会整个上行下效 风行草演 我们有一点搞不太清楚安全的目的性是什么 那么人本的交通的距离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大块 人家设计这个道路有它的理由 这么多的内涵 以台湾现在的民众的认知 还是包含政府公布门内部的认知 确实是还有一大段距离 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些内涵讲出来 也是希望说透过贵档 还有这个节目 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了解说 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在找麻烦的 不是没有理由 没有什么高瞻 没有那么很云端高瞻远瞩 没有很简单 就是你的出行要被确保 我要尊重每个人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跟世界的人本交通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就是在这种地方 你再来看吧 你不错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